人人电台整点新闻 最佳剪辑还有最佳音乐 一共四个奖项 荣登了本届最大赢家 李炳宪则是一甩先前的丑闻 以这个万恶新世界 夺下了影帝宝座 新科影后则是由演出 《下女的诱惑》的金银喜获得 在电影中金银喜有激烈床戏的金泰黎 也拿下了最佳女星人奖 金马奖颁奖典礼也将在今天登场 今年的颁奖嘉宾和表演者都大眼来头 包括了横跨三金典礼的表演歌手孙燕姿 还有史上第一位同时拥有 坎城柏林和威尼斯迎展以后的 朱丽叶帝诺什 尖度观光景点清水寺即将暂时关闭 最快明年春天会对本店进行 50年以来的大整修 预计要直到2020年 东京奥运登场的时候才会再度开放 在媒体报道后受到关注的 云林林内乡小白猴长大了 不过动保团体呼吁 不要和野生小白猴太精进 也不要喂食它 以免小白猴失去野外觅食的能力 而且和人类接触太多 也可能降低警戒心 往后如果她遇到了人为恶意攻击 恐怕没有反击能力了 而花莲东华大学这个女生 李盛慧空灵歌声 在脸书上引起了关注 加上家里头靠父亲打零工为生 她的处境引人同情 没想到后来又被诊断出 罹患了骨癌 7月份紧急切除左大腿 为了医疗费用 经济陷入困境 现在学校为她发动了募款 台湾电影在大陆市场越来越有行情了 2015年台片在大陆 就有高达2000多亿台币的票房 五年内成长三倍 越来越多的台湾导演 以更多元的题材角度来拍电影 希望抢攻更大的市场上机 另外两年一度的 财塑集团运动会也登场了 王嘉诚 袁齐俊一堂 由总裁黄文渊亲自领跑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 与TVBS共同制作 这里是好事联邦网FM98.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